近年來 公開話語中的情緒化 非理性甚至到爆炸性的言論不斷升級 這樣有時會歸咎於社交媒體 但似乎還有其他因素在改變我們的溝通方式 研究顯示 營養良好的人群能夠更好承受壓力 隱性的大腦肌餓是導致情緒爆發 攻擊性的一個可變因素 甚至很可能是導致不禮貌的語言行為 營養和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人員 更好的大腦一書的作者 加拿大卡爾加利大學 康明醫學院的名譽教授 邦尼·卡普蘭 新西蘭 坎特·伯雷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朱利亞 J. 魯克·里奇 認為我們的社會中的很多人 都經歷過大腦肌餓 這樣會損害他們的認知功能和情緒調節 這裡提到的現代飲食習慣對人的健康影響 例如大量食用超加工產品 它們包括軟飲料、果蔬汁、植物飲料、乳飲料、茶飲料等 包裝零食、加糖早餐物片和雞塊等 它們通常只含有少量的微量營養素 微量營養素影響心理健康 這種說法已經有非常充足的科學證據 來自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和澳洲等國家的十幾項研究表明 和飲食不健康主要是超加工產品的人相比 食健康的全食飲食的人出現抑鬱 和焦慮症的次數更少 多項獨立研究發現 引渡不良飲食習慣的抑鬱症患者 將飲食改變為全食物地中海式飲食 結果有明顯的改善 地中海式飲食通常附含全穀物、水果、蔬菜、堅果、豆類、 海鮮和橄欖油等不飽和脂肪 在一項治癒抑鬱研究中 除了進行常規治療之外 大約三分之一改為全食物飲食的人 發現他們的抑鬱症在12個星期後得到了緩解 使用常規治療 但不改變飲食的對照組 他們的緩解率低於10% 為了支持大腦的新陳代謝 我們的大腦至少需要30種微量營養素 以確保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經低質的產品 以及分析和清除代謝的副產品 很多研究發現 食更多的微量營養素可以改善情緒控制 減少熱鬱和暴露 包括在對環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靜 和情緒失調的兒童進行的安慰劑對照隨機試驗中 也體現出食微量營養素的優勢